3月6日淡水医学中心某癌症病房,护理师莫名被病人枉死里打 3月6日淡水医学中心某癌症病房,护理师莫名被病人枉死里打,病人持有凶器攻击护理师头部,用手勒住护理师脖子,该名护理师双手骨折须开刀,头部撕裂伤 层出不穷的医院暴力事件又发生了,这次的受害者是淡水马杰医院的护理师 不管是亲眼目击,还是听说的医护人员议论纷纷,不舍女护理师挨打,甚至说差一点失去学姐,到底事情多严重,只请网友po出过程 小夜班护理师于病房执行治疗时,应先自我介绍以及被对病人更换名牌,男病人使用点滴架敲击护理师头部,并推倒护理师使用手勒住脖子以及用双脚制住护理师,护理师大喊救命 据了解的这名病患疑似因为出现了妄想症状,导致情绪不稳出手攻击护理师 施暴的病患罹患血癌,2月住进癌症病房,昨天下午4点疑似打马飞止痛才会产生幻觉 他向警方说,以为食物要被抢走,随手拿起点滴架和止血钳,推倒护理师后疯狂攻击 还好护理师有大叫喊救命,迎来其他同事注意赶来拉开失控的病患,立刻带护理师验伤 初步电脑断层执行完毕,没有炉内出血,但头部有5公分的伤口以及双手骨折 消息一出引发众怒,网友干咬相关单位没作为,救人的白衣天使才会一再受攻击 针对后世,检警也将进一步追究相关的民事刑事责任 本期收替的到您渡 Southern 中共身里有爆量 点灌,第九份禁止 LS字幕才发现 默许